我们先来看最简单的情况 也就是对于某一些多边形画廊而言 确实我们只需要一个烧柄 哪些呢 比如说这类多边形 如果一个画廊设计的时候非常规整 以至于它是正五边形 正六边形 正七边形 八边形 一直下去 也就是所谓的regular polygons 正规的多边形 规则的多边形 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 我们只要在它们的中心放上一个哨柄 一个摄像头 就足以将它们都给覆盖起来 这是很好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哨柄的最优素是一 再往后呢 我们说还有一些更略微一般化一些的多边形 同样有这种性质 比如说我们第一张曾经学过的秃包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多边形本身是秃的 那么我们也很容易在其中放置任何一个哨柄 就足以将它整体的覆盖住 所以突多边形的解也能够达到最优的一 还有呢 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学过的星形多边形 Star-shaped polygon 什么叫做星形多边形 就是说它有一个中心 有一个kernel 而在这个kernel中的任何的一个哨柄 都是对这个星形多边形的内部处处可见 所以反过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放置上一个摄像头 也足以将整个区域给覆盖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对于regular polygon convex polygon 或者star-shaped polygon来说 最优的覆盖数都可以达到1 这是最好的情况 一个极端 那么反过来呢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最悲观 最大不了的一个估计 我们说对于任何的一个多边形来说 如果它的顶点数是n的话 那么我们说最多最多充其量 只需要n个摄像头 为什么呢 想一想 你应该发现了 没错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多边形的每一个顶点上 放置上一个摄像头 就必然可以将整个多边形给覆盖起来 也就是说 充其量对于一个n边形来说 我们的最优解不会遭到比n还要多 我们再来咀嚼这件事情 在这个多边形的任何一个顶点上 都无一例外的放置上一个哨兵 就足以将这个多边形的内部覆盖住 这件事儿 虽然我们稍后才会给出严格的证明 但是你不难理解 这是对的 但是我们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 这种基于直觉的理解 既是很高效的 同时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尽管它对于二维情况来说 非常的直观 但是如果你贸然的将它推广到高位 不用多 哪怕是三维 你立马就会掉入陷阱 我们在这一章的末尾 会给出这样的一个反例 也就是说 可能会在三维空间中存在一个多面体 而不是多边形 即便你在它的每一个脚点处 都放上一个摄像机 依然其中可能存在某一个位置 在那个位置 如果有一个盗贼藏在那的话 是不会被任何一个摄像头发现的 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的 又很有趣的现象